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我们一定嗅到了改版的气息 在每一次停播之后的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就会越来越精致 讲到自己心吃 没有啦我们真的是大改版 第一个改版的内容是上架平台 以前都是在比较标准的podcast平台上面上架 不过从今天开始 每一集我们总共在九个平台上架 很多呢 准备好了吗 我现在要来唱名咯 让我吸一大口气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总共在九个平台上架 分别是spotify applepodcast google sell on kkbox mymusic friday line music 还有youtube youtube上面还有字幕 而且最近很多podcast的主持人被拉进去 比如说群组或者是脸书的一个共同社团 大家在里面讨论说podcast要怎么做 要往什么方向做或者是怎么宣传 小弟我也是获益良多 这就带到说说说说说你爱音乐第二个改版的内容 在以前的嗯这个我可以里面呢 会跟大家介绍一些我喜欢的歌手 我喜欢的艺人 还有专辑 不过有的时候在那边干讲 真的是有点尬耶 超级无敌尬聊 比如说我想要介绍邓子齐的专辑 我总不可能请到天后来我们podcast 等一下 说不定是有机会的 我们目光要放得远大一点 说不定有机会请到天后来上节目 那比如说 Harry Styles呢 我之前介绍Harry Styles的时候 我总不可能请他坐飞机来台湾 然后专门为了上我们的podcast节目 对不对 那如果哪一天要介绍已故歌手 比如说猫王 我总不可能请到一个通灵师来节目现场 跟他进行灵界的对谈吧 再加上有版权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在节目中播出这些歌曲 所以我都要请大家自己去查 好像有一点任性 不过没关系 我想到解决方法了 在接下来说说说说 你爱音乐非访谈的集数之中 我会请到自己的好朋友 而这些好朋友都会是唱片圈 音乐圈的工作者 让大家更了解自己喜欢的专辑 喜欢的作品 喜欢的艺人 他们背后到底隐藏了 什么样的故事 背后的团队 到底都在做什么 在我们第一集的改版内容之中呢 要访问到的是一位唱片企划哦 究竟唱片企划在干嘛 唱片企划跟我们听众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让我们欢迎他 徐丽杰 耶 嗨 大家好 我是徐丽杰 为什么 我讲本名好奇怪哦 大家就叫你小杰嘛 对 大家好我是小杰 那 我讲话好没有神 因为他现在下巴有受伤 所以他讲话就是嘴巴打不开 对 你现在就知道那个时候我拍MV 我可以张很开 我可以对嘴 不要这样 让他伤口一直流浓 那接下来就是会跟你小小的访谈一下啦 然后也让大家不知道唱片企划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工作的人 可以更了解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工作 傻眼明明明就是在做这个工作 你大学是读什么 会跟现在做到企划会有关系 我大学 大学我是读那叫什么 数位 诶我忘记了 Digital Digital Media Design 数位媒体设计 数位媒体设计 对不对 数位媒体设计系 所以这个东西有帮助到你在做企划上面吗 我觉得有啊 完全 网路Social的东西啊 平台 然后跟跨媒体整合 跨媒体整合听起来很厉害 跨媒体整合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字 快媒体整合其实就只是 比如说 呃我会很多软体 然后会知道这一个软体到这个软体 或者是这个平台跟这个平台 可以怎么样互相合作 怎么去整合 这些东西是我擅长的 在企划之前 之前做蔡依林配的那一支 对对对对对 我到那边去实习 然后那时候他们好像也还没有很正式收过实习生 只有收过一两个 所以那时候还找不到什么管道 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出了大艺术家嘛 我就人生最爱MV之一就是大艺术家 所以就是觉得我死都一定要去那边实习 嗯 然后我就是三番两次 就一个礼拜打个三个电话去给他们说到底要不要用我 天哪这么认真 因为你知道很多很多公司都是他不会拒绝你 他就会放着 就是没有就是放着 没有消息 然后也不会特别跟你讲 就这样子让事情过去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用超欢 就当那个女友 当女友在打一天一百通 我一个人打三通电话去问说 如果不用我也给我一个不用我 这三个字好不好 殊不知遇到一个这么难搞的人 对然后可能到最后 我最后有进去啦 然后进去的时候他们才有说就是 我打到第三次电话的时候 他们就去Google这个人到底是谁 有怎么那么疯 然后他们搜寻我名字后就发现 我国中的时候有在网路上 就发过像抖音的影片 是哪个网路 无名小站吗 YouTube 我很时尚那时候还没有抖音 我就已经先po那个 那时候有一个很红什么 什么Kiyomi 就是有个手势 好像有好像有 我就已经拍过那个在网路上 OK 所以他们就觉得我是个有趣的人 而且你们之前上大学的那个戏里面的功课 也是很荒谬耶 哦那不是公认是活动 我们的活动就是把同学包装成艺人啊 他们认真是把一群大学生 然后做成比如说偶像团体 或者是时尚的 对文青歌手或偶像团体 然后还帮他们拍MV耶 而且MV里面所有的就是 企划啊所有制作的过程 都是同学自己 对啊连道具衣服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实用啊 对至少知道之后出来社会 这个case是怎么样运作的 对啊而且我们认真有骗到很多 就是门外海 真的会有人以为你们是上线的艺人 很多人以为我们是上线的艺人 你们还有办粉丝见面会 我们有粉丝见面会 我们还有大型演出 而且他们那些影片在网路上都还查得到 还查得到 你们那个 但是可以不用去找 你们那个记者会还弄一个香槟塔 对不对 超荒谬 现在也没有人艺人记者会在香槟塔了吧 也太古早 现在记者会就很无聊啊 如果我们办这种记者会就没有噱头啊 对对对 现在记者会都是要很有 很装逼 然后就要有很多特色 谁装逼啊 没有大家都很有特色 这样子才可以做一个好的艺人哦 对 其实音源纪会有一些什么得奖作品出来之后 就进了奥美实习 奥美广告 对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有个目标和梦想 就是去广告公司上班 所以广告公司就是 你想要做的工作是 比如说提案给广告商 然后再去跟拍影像的人沟通 这样子的角色吗 广告企划类的 对对对 那个其实在广告公司是叫 叫什么 创意 创意部门 创意的英文怎么讲 creative 真的 他们就叫creative部门 就是创意部门 那创意部门里面就会有 其实就跟唱片公司比较不一样 他们很酷 他们会有一个职位就叫文案 一个职位就叫创意 他们会分得非常细 对 在唱片公司里面的企划好像包山包海 企划就是creative部门 一个人就要担任整个部门 对啊 就是 文案也是 文案要自己写 然后MV 然后包装 MV脚本啊 然后对啊 包装 从服装 发型 然后艺人的谈吐 然后整项专辑的概念 计划 拍摄盯场 对通告 通告你要去吗 通告不是宣传的事情 我说就是所有拍摄的通告 我们要自己写通告 然后再发 再自己发通告啊 自己写 然后自己发自己 对啊 真的很辛苦耶 就是真的是包山包海 在大公司 大唱片公司里面做一张专辑 大概会花你多久的准备期 这很难说 因为每个案子状况不一样 如果 通常都很敢啊 敢的话都是 一个月就要生出来一张专辑 或者是 三个礼拜 天哪 那我就 哈哈 什么 立马打电话给导演 对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艺人状况 可能就是他 他哥突然写好了 嗯 那那之前我们也没办法做什么准备啊 他突然写好 交出来 公司就觉得 刚好可以在什么时候发 那就是要赶快去执行 了解 那如果好了话就可以 一个半月两个月这样子 比较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 对 了解了 毕竟你也是要跟很多人对接 你也要遇到很多不同产业的人沟通 所以一定会有人会拖吗 有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跟我的那个企划部门的同事 就是一起聚在一起 扎小人 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很像一个工厂 我们是一个加工厂 就是企划其实说好的东西就是核心角色嘛 所有的决定跟策略就是企划要去决定 对 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个加工厂 你说好的意思是决定策略 说难题就是所有人都跟你要东西 对 所以所有人都跟你要说到底要怎么做 这样子你要赶快丢出来 比如说数位部门说我要一个banner 我要一个15秒的什么 对 然后宣传部说我们上节目要一个什么版 我们就一直伸 宣传版班 一直伸 对啊 就是有时候像加工厂 但是我觉得这是工作的一些小 怎么讲 小 小难关啊 要克服的原本 小难关而已 就是小事情呢 大部分还是好玩的 因为当你在帮一个艺人做一些策略抉择啊 或者是你跟他一起讨论 他想要的方向 等一下你太假了啦 你平常不是这样 没有我工作就是这样啊 不是我讲认真 你让我讲 我很认真 就是在跟他们讨论他们想要的东西 然后怎么呈现 不管是服装啊 发型或者是整张专辑的企划概念 你把它写出来 然后经过MV导演 然后设计师服装师 一起把它沟通出来 然后把它打造出来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对 我其实在做这件事情 我最care的东西是 我会去坚持我想要的东西 或我觉得在你身上是对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是我会坚持 但是主要企划对我来说 还是沟通的角色 就是这些东西还是是在艺人身上的 要是你有自信能撑起来 不是我给你一个人物设定放在你身上 所以对我来说 艺人喜欢还是最重要的 如果艺人会抗拒 就要再想想 就要回去扎小人 而且我们前一阵子才刚聊到一件事情 就是以前的年代 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偶像 或者那些艺人 他们好像比较没有发言权 可是现在已经完全 因为以前好像 听说 以前 考古 考古起来是 以前是企划导向的唱片环境 就是企划会认真 也不是说认真 就是企划的决定跟策略 就会是为主 但现在就是一个real的时代 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 我怎么包你 你上网讲一句话就破功了 对也是 所以现在都是以艺人为出发点 艺人为主宗 那企划就变成是 辅助跟加强 你的人设跟光芒 那也不会觉得有时候 很想回到那个古早时候吗 就叫艺人做什么 你就给我做 有时候还是会啊 就会觉得 你到底在干嘛 可是这有好有坏啦 因为这样子 就企划压力会更大 因为所有的成败就是企划扛嘛 的确这样也是 但是现在艺人如果要这么real做自己 那成败就是 你的做自己扛咯 哎呦 撂下了横框 没有啦 因为其实我去年发行的 就是人生中的首张专辑呢 坏米仔拍咪啊这张专辑的企划就是找到小杰 许丽杰来担任 那时候我们就疯狂的大吵架 疯狂大吵架 我没有吵架啊 我就听话在发疯啊 哎傻眼 我那时候就是 他会很常 他讲话很呛 只是不像是大家前面听到的那样 我没有很呛 我是很直接 对 有一次 有一次我们在 一切专辑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已经确定要找小杰来当企划 然后我就想要跟他沟通一下 这个整张专辑大致的一个方向或走向 然后就约他出来见面 然后就聊天 然后他就很认真的回复我说 是红 因为你长得是比较丑的艺人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就当下就傻眼了 我没有说你是比较丑的艺人 你扭曲 我是认真 因为我是企划 我要分析你的市场优势在哪里啊 我觉得问题就是在你啊 你误会自己很久 这件事情为什么你要觉得很难过 你的确不是要打颜值啊 可是我就想说我的家人也是把我生得蛮好看的 我 我可以说你不丑 但是如果你要做艺人来说的话 就不是用这个当武器啊 的确 对啊 你就是用才华跟你的歌声当武器 难道我应该要说 想说你真的长得很很帅 你就是要疯狂的卖脸 这样也不对吧 这个 可是我心情很好 说不定上通告的时候表现就要更棒 有没有 少把Stone Color的问题归到我身上 除了我之外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还有做过哪些人 大家去哪里可以follow到你的作品 我做过 呃 我想一下 我上一个做的就是张立昂 嗯 张立昂的 矛盾题 嗯 然后 呃 Nuvie 一个比较新的乐团 四个小鲜肉 对 Nuvie的 然后之前也做过 呃 熊仔 熊仔的 梦想成真 对 我也有 做 面对新的 新的人 跟已经很有想法的艺人 或者已经混 混了很久的艺人 心情上有什么 你比较喜欢做哪一种 哇 这很难回答耶 我觉得都可以就跟新或旧无关 就是跟艺人个性比较有关吧 你自己跟觉得跟他合不合会影响到你的 会影响到你工作顺不顺利啊 影响到你的那个成就感啊 如果可以让你选的话 嗯 就华语圈喔 华语圈圈为限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Lady Gaga之类 嗯 华语圈为限 如果有一个艺人请你来当他的企划 你绝对是百分之八百乐意 然后会用生命 就是尽心尽力去做 就算没有钱 嗯 你也可以的那种 嗯 你 你有当的人选吗 王嘉尔 哈哈哈 可是 王嘉尔 为什么 他帅啊 傻眼 对 帅是最肤浅的嘛 但是 他真的有才华啊 然后也有实力 然后 他会跳舞 很会唱歌 嗯 他就是一个 完全是我喜欢的艺人 啊 就是 他的曲风 然后 他的风格 他的长相 对 他会做的事情都是 就是我的兴趣嘛 嗯 对啊 所以面前也做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面前也可以做 所以 如果王嘉尔有在收听我们说说说说 你按音乐可以来联络一下哦 哈哈哈哈 想太多了 可是你也做过蔡依林啊 蔡依林也不算做她企划 是她 比较像宣传企划吧 就是她后面MV的宣传 的企划部分而已 那演唱会那一part呢 演唱会那一part就是 你在演 欸欸 蔡依林她的演唱会 全部都是请国外的 team 然后把她整个包好好 然后所有的造型 所有的 呃 影像 所有的照片都是 超级无敌Vogue 超级无敌时尚 然后中间有一part 就是你做的影像 也不是我做 是我 企划的 我统筹的 对 因为毕竟剪片的人不是我 哈哈哈哈 而且那一part是 就是整个演唱会里面最感人的 就令出到20年的那个回顾片段 反正那一段 那一整段影片就算 你根本不认识蔡依林 这个人 你也会觉得很感动 我想这就是一个企划 很了解一个艺人才可以做出来的一个作品 但其实那个案子就是 呃 第一个是 他虽然大部分统筹是外国人 但是很多当天的那个影像视觉还是台湾人做的 嗯 统筹是外国人 但是还是 很多就 本土的 对 很强的 设计 设计跟动态都有一起出来 为什么需要一个台湾人来统筹 原因就是因为外国人不知道 酒令的心酸背景啊 不知道他以前以来的历史 其实那支很辛苦啦 然后我觉得我在那个 那一支 很卑微 就是我是最小的角色 我真的只是出一张嘴 其他人真的都很辛苦 要熬夜剪片啊 然后熬夜 审核版圈啊什么的 了解 对啊 所以之后 之后如果说说说说你爱音乐有机会的话 也会请到一些 大家可能接触不到的 其他工作性质的 但是也是为音乐圈工作的人们 就光听这一集就可以听出来 你对 音乐的 一个热情 或者你对流行文化的一个 你知道 那种憧憬 你说谁啊 你啊 听众吗 你啊 我也说听众 傻眼 好不容易讲你一句好话 然后结果耳边疯 我那只是以为你在说 观众听完会有热情还是什么 那最后一题 什么样的作品你看到之后 你会觉得 哇这个企划好强 或者是什么样的企划 在工作上面做了什么事情 你会觉得 哇这个企划 是一个很厉害的企划 我觉得这有分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 我不认识这个企划 我不认识这个艺人 我单纯用观众的角度 去看 对我来说就是 吸睛嘛 有亮点 不一样 这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一个东西够吸引你 这就会是一个好的企划 但是如果我站在我现在是企划的角度 对我来说 能做出吸睛亮点这东西 其实有时候要 运气 对 有时候要天时地利 人和 才有办法达成 所以如果我在一个工作者的角度 我会觉得 企划其实要做好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 同整跟协调 你要怎么让跟你工作的人都是舒服的 然后都是开心的 然后达到实际面跟预算最好的平衡 可以控制好就是最好的一个工作态度 然后可以让所有人都是开心满意 然后你也是经历的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企划 讲得好啊 第一次听他讲这么多 很有知识性的话啊 好啦 那就让我们谢谢今天小杰 徐丽杰来上我们 这集有没有很难笑啊 不会啊 我觉得应该终结有很多点可以剪 是吗 我觉得好 我觉得很难笑 要不然你补一个笑话 你有笑话吗 好 没有 谢谢 那就让我们进入 下一个单元吧 咦 这个我可以 对 这个我可以 在本周 这个我可以 里面要提到的 跟大家介绍的歌曲 就是刚才我的好朋友 也就是唱片企划小杰 他所喜欢的这位艺人的最新的作品 他的名字叫做王嘉儿 其实我之前有看过王嘉儿的现场演出 因为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 然后也是第一集被淘汰 不过 那个时候王嘉儿是导师 然后他有表演一首歌曲 然后我们这些选手们就当然在底下 最前排看导师们表演 那场表演的耳麦 也就是歌手戴的耳机 好像出了一些问题 表演到一半王嘉儿 一发现这个耳麦出问题的时候 他第一个动作立马把它拔掉 然后丢在旁边 他不会踩到的地上 一个霸气总裁的临场反应 这令我感到惊讶的是 一般这种偶像歌手 他们一表演完 第一个做的动作就是定谱 让大家来拍 可是在整个表演结束的时候呢 王嘉儿第一个做的动作是 跟所有的舞群拍拍背 然后小小的鞠躬一下 当下我整个被煞到了 就是这个人也太暖了吧 我在做王嘉儿的功课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人真的是不得了耶 他以前是运动选手耶 而且是非常认真的运动选手 在2011年他获得了 亚洲青少年剑级锦标赛的 亚洲金牌 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 为了自己的演艺之路 他放弃了参加伦敦奥运 傻眼 这人真的是全才耶 很值得让人嫉妒一波 在经过练习生的训练之后呢 他在2014年以God7 一个韩团的成员的形式出道 从韩国红到中国 再红到国际 为什么会说他红到国际呢 因为他在2018年获得了 Teen Choice Awards的奖项 全美青少年选择奖的其中一个奖项 这个奖项是什么 它是全美国青少年投票 投出来的一个奖项 它基本上就是年轻人的金马金钟加金曲 因为里面有包含了电影 电视以及音乐 各个不同种类的奖项 可见王嘉尔在国际上 也有他一定的声量 以及被很多美国的青少年爱着 我非常喜欢看每一年 Teen Choice Awards的转播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YouTube看一下 因为那就是一个 非常盛大的颁奖典礼 然后底下就会有很多青少年的观众 然后看他们喜欢的艺人被颁奖 或者是喜欢的艺人的表演 然后每一个青少年都叫得跟什么一样 哭到晕倒 我想大家都是很喜欢听音乐 才会来收听说说说 说你爱音乐这个Podcast节目 但是回想一下 在最近一次你去看歌手 你喜欢的歌手表演的时候 你有叫到全场都瞪你吗 你有哭到昏倒吗 我们有多久没有回到这样子青少年的感动了呢 我以前非常非常喜欢一个歌手 叫做Lily Allen Lily Allen是一个英国的女歌手 她第一次来台湾办演唱会 虽然那场演唱会根本没有卖光 那个门票 所以很空 但是我终于见到我很喜欢的歌手 然后那时候我还算蛮年轻的 我就哭到一个就无法自拔 我眼泪就像水龙头这样打开流出来 讲到自己很心酸 好久没有这样疯狂地看表演了 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呼吁 只要你去看你喜欢的歌手表演 就给他叫下去 就跟他回复 人家唱得那么辛苦 给他叫一下又不会怎样 然后赶快扭动你的身体 好吗 拜托 不要像一颗木头一样在观众席 好的 我们拉回正题 在2020年的3月 王嘉尔发行了最新的单曲 叫做A Hundred Ways 翻成中文应该叫做一百种方法 在这首歌的MV之中呢 把王嘉尔拍成了漩涡名人 这支MV就是走一个火影忍者的概念 MV的一开始 一群穿着中国类似古代的军装的男性们 用手开始打一些结印 就念咒啦 然后结印是日本的嘛 搭配上中国的服装 就有一种浓浓的亚洲感 然后王嘉尔就从墓地之中复活了 而复活了之后呢 他又去找到他以前的女朋友 把他女朋友又复活了 然后他们就一起殉情 这不得不说 简直就像是梦境五灯奖的 某一个观众的投稿 这一切实在是太荒谬了 越来越多的韩国团体 越来越多的华语歌手 尤其是要上国际的华语歌手们 他们在自己的MV或者是专辑概念里面 融入了很多亚洲的特色 对不了解亚洲文化的欧美国家 这些听众们 他们一看到这个MV就会觉得 哇 好异国感哦 这就是亚洲 我好喜欢 这样子 而对我们亚洲的观众来说 看到一个这么帅的偶像型歌手 在座火影忍者的结印 就会觉得很冲突 是一种反差 有种反差萌的感觉 印象也会非常的深刻 如果你去看王嘉尔以前的MV 你会发现很多的MV都是 很简单的概念 然后融入舞蹈 让大家有空间可以仔细去听他的歌 并且感受到他的艺人的魅力 艺人的特质 我想这是他工作团队里面 在企划上非常成功 非常聪明的策略 在A Hundred Ways这首歌曲的音乐上面 在编曲上面精准 但是不会过于复杂 在旋律上面很好记 很洗脑 但是不会让人觉得很蠢 因为有很多舞曲就是 你听了觉得负担很重 你听完一次就好像你自己 大跳了三天三夜一样 这样很累 而且有一些洗脑的歌曲 那个旋律简直是笨的跟什么一样 我怎么觉得我今天火药味很重 好呛哦 反正呢 就是跟大家推荐这首歌 A Hundred Ways 还有它的MV 大家可以去播虾的YouTube频道搜寻一下 我会把这首MV放进 说说说说你按音乐的播放清单之中哦 总结一下 我要对推荐这首歌曲的唱片企划小结 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 我长得以后不吵 去去去去去去 王嘉尔 Hundred Ways 嗯 这个我可以哦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梦境舞灯奖 欢迎大家收听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的第二个单元 本周是梦境舞灯奖 在本周的梦境舞灯奖里面呢 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动作 惊悚的梦境 这个梦境是由一个影像工作者 他所投稿的 他是高雄市的宋小姐 所以让我们来听听看 他的梦境究竟有多么像电影脚本吧 这个动作惊悚的梦境 现在要开始咯 梦境是断开始的 宋小姐睁开自己的眼睛 发现自己在一个烟雾弥漫的暗像之中 他坐在一台车子里 车子的窗户上映照着 招牌的霓虹灯光 这时候宋小姐忽然发现 驾驶座上面坐着一个陌生男子 就当宋小姐还没有搞清楚 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隔壁的陌生男子说道 宋小姐 逃得过一时 逃不过一世 你以为自己安全了吗 宋小姐心想 蛤 什么意思听不懂呢 但是突然有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袭来 暗像中传出了脚步声 脚步声离车子越来越近 过了几秒钟 宋小姐终于看清楚脚步声的主人 她是一个 冲气娃娃 这个冲气娃娃长得很可爱 眼珠子还会转动 可是她的左手拿着一把刀 带着不祥的气息 宋小姐感受到了 这个冲气娃娃的敌意 杀意 吓到闪尿 宋小姐立刻夺车门而出 而冲气娃娃则在后面疯狂地追赶 一边追赶 冲气娃娃一边发出 的声音 宋小姐心想 我不能死在这里 我不能死在一个冲气娃娃的手中 于是她越跑越卖力 但是冲气娃娃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就在冲气娃娃要抓到宋小姐的那个时候 宋小姐醒来了 刚从噩梦中醒来的她 汗流浃背 全身发抖 她大力地摇着她的枕边人 她的男朋友说 啊 baby 我做噩梦 好可怕哦 这个时候 她的枕边人 转过头来 对着她说 然后高雄市的宋小姐 就真的 醒过来了 有的时候 不管做什么样的梦 只要是你觉得可怕的 不管梦境里面有多荒谬 你醒来的时候 还是会在那个情绪里面 还是会屁屁怀 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故事 有一次我梦到我被米老鼠追 就是那个米老鼠 没有错 可是它很大 它很巨大 然后我就很害怕 然后一直被它追杀这样子 醒来我吓到哭 吓到哭之后我就大笑 就想说这也太荒谬 为什么我要为了这种事情 觉得害怕 今天这个高雄市宋小姐 所带来的 冲气娃娃追杀的梦境呢 好像是我们第一次 做梦中梦的这个情境 我给它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感谢它带给我们 这么荒谬 又这么惊悚的一个梦境 如果听众朋友们 想要投稿自己 最惊最闹的梦境 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我们敬请期待好吗 本周的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在这里要跟大家say goodbye啦 我是你们的拍咪啊 DJ 米迪杨世宏 我们下下周见 拜拜 goodbye 喵 goodbye 拜拜